王哲里哪个英雄战路最强 我用了三天将近二十个小时 测试了王哲里全部的一百一十一位英雄 最终找到了七位 最有希望成为战路之王的英雄 他们分别是岸信 鲁班 老夫子 典伟 吕布 凯 以及刘备 为了知道谁才是战路之王 接下来咱们采取两两单挑制 规则如下 一装备必须是热门装备 二不能进行位移拉扯 只能战路 三禁用召唤式技能 成绩除外 最终获胜方加两分 失败方扣一分 平局则是双方各加一分 规则说完直接开始 第一场暗信战路鲁班 在尽用了召唤式技能以后 暗信总算是可以摸到鲁班了 但是讲道理 鲁班战路是真的强 这一把平手双方各加一分 第二场暗信对吕布 其实一开始我也以为吕布打不过暗信 但是我重复测试了好几遍 暗信不开弱化是真的打不过吕布 但是能开弱化又不攻队了 毕竟弱化老夫子不用测的呀 第二场吕布胜 第三场暗信对老夫子 这俩的战路时间有点久 所以咱们进行了两倍的快放 但是两倍快放以后还有十多秒 不得不说这俩是真恐怖 但是最终暗信齐高一球 成功拿下老夫子 第四场暗信对点尾 因为点尾没跌被动 作为补偿 他可以用鞋子换风暴巨戒 但即便如此 点尾离暗信还是有一些些的差距 这一场暗信胜 第五场暗信对凯爹 因为暗信大部分是法球伤害 而凯爹又是法球克星 本来我以为凯爹肯定是大胜 但是我没想到啊 咱们的凯爹虽然赢是赢了 可是赢得非常的艰难 惨胜 就赢了暗信一丝血 第六场暗信对刘备 近几个赛季 刘备的热度很一般 但是讲道理啊 刘备只是打团不行 站路其实还可以 像这里暗信赢得也不轻松啊 第七场老夫子对鲁班 这一场毫无悬念老夫子胜 毕竟鲁班和老夫子 他俩的级别不在一个层次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老夫子胜 第八场老夫子对吕布 这两咱们也快放两倍 因为打的时间着实很久 老夫子有免伤扛的酒我懂 但吕布是为什么呢 我稍微有点想不通 这一场是老夫子胜 第九场老夫子对点尾 和点尾战路只要不被秒 那获胜的希望就很大 而刚好老夫子是点尾秒不了的 所以这一把没学念 老夫子胜 第十场老夫子对凯 在这个游戏里面 正面战路打得赢暴击就凯的 那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但很幸运的是 老夫子是其中的一个 这一场打的时间也很长 但是凯的大招一结束 就真结束了 这一场老夫子胜 第十一场老夫子对刘备 如果可以拉扯的话 刘备必胜 但是可惜啊 贵的是战路 不过即便是这样 老夫子战路刘备也不容易 只是领先了一点 得了个惨胜 第十二场凯对战鲁班 实战里鲁班是有机会反射凯的 但是在龙坑战路 这个机会渺茫 那这一把也是没什么例外 凯胜 第十三场凯对吕布 我知道在很多人的心里 凯迪是无敌的 但是讲道理啊 这个赛季不属于暴击刘凯了 以前一刀一万血的辉煌也不在了 所以大伙玩凯的时候 不要过分自信 这一把是吕布胜 第十四场凯对点尾 作为打野 这两英雄都比较呆 但是有一说一 对于脆皮 他俩都是毁灭级的 不过这一把内战是点尾胜 第十五场凯对刘备 到目前为止 刘备就没赢过 包括这一把也是凯胜 那有的彦主可能会说了 哎呀朱老师啊 刘备这么弱 是怎么进前期的呀 那咱们就稍微插个嘴 因为刘备可以暴打后裔 而后裔可以暴打曹操 而曹操可以暴打其他的102位英雄 所以刘备其实真不弱 第十六场点尾对鲁班 作为脆皮克星的点尾 按理来说会赢 但实际上点尾输了 他打不过鲁班啊 非常的戏一句话啊 第十七场点尾对吕布 虽然说吕布发育很慢 但是吧 发育起来以后 点尾对吕布都是点尾输 第十八场点尾对刘备 哈哈彦祖们啊 刘备输了这么久 终于赢了一把 并且这一把刘备是大胜 第十九场刘备对鲁班 我是万万没想到 刘备居然打不过鲁班啊 惨遭鲁班思学反杀 鲁班胜 第二十场刘备对吕布 刘备站路是这样 了不了的就打不过 除非是可以拉扯 站路的话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一把是吕布胜 没有意外 请你之中 第二十一场 最后一场 吕布对鲁班 这一场 可惜了鲁班少两个暴击 不然鲁班是真的有机会 可以站路过吕布的 我也重复测试了 大概率还是吕布胜 那么至此 二十一场全部打完 从分数上来看 吕布和老夫子同分数 但是 前面吕布站路输给老夫子了 所以站路之王是老夫子